大家午安 我是你們投資路上的夥伴班傑銘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跟各位投資朋友介紹 這個頁面是班傑銘的投資筆記臉書粉絲專頁 那每天我會針對當天的大盤去寫下一些 建議啊或是想法之類的 那各位投資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請追蹤班傑銘的投資筆記臉書粉絲專頁 謝謝各位 今天要介紹的個股 是這一支3706的神達 他吸引到我的目光的點是這邊 他的三大法人的買賣差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從今年的3月開始 法人大量的 賣超以後 他連續賣了好多個月 等於說今年一整年大概都是賣超的狀況 然後呢 在 這個月11月初的時候開始出現了一點點 紅色的出來 感覺法人要開始買超了 所以我來分析一下他的日K線圖 發現說 他從今年的7月開始 你們可以看到這一段應該就是 發完 鼓勵殖利率以後的一個 Gap 然後呢他的股價開始進入 向下的盤整 那因為你們剛剛看到月K線圖 8月9月10月他都是一個 法人賣超的狀況 可是呢從11月開始 法人開始買超以後 買超進場以後 他的股價慢慢突破了 藍色的20均線跟這個綠色的60均線 以後慢慢的往上走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觀察說 他的法人是不是在這個月可以持續的進場 然後呢他的股價是不是可以穩定的走在藍色的20均線的上面 那如果回到他的月K線來看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他的KD指標已經來到了46向上 那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希望他的KD指標再低一點 然後呢他的 NACD柱狀體 藍色的部分可以再出來多一點 那那時候在進場的話會是一個比較漂亮的時間點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說他的股價 在每年的年底 他年初的時候會有一個比較向下的趨勢 那2019年一樣 靠近年底年初的時候會比較向下 所以 這一支股票在接近年底或是明年的一二月以前 也是有可能在下探一次 去探他的下壓力支撐點 那最差最差的情況之下 應該也不會比25塊 現在的這個下壓力支撐點 還要來個差 那我們來看一下3706神達這一家公司 他的公司的體質好不好 那他現在的成交價29.35塊 那他本益比10.4 非常的漂亮 那他股價淨值比呢 才0.8而已 比1還低 所以目前這兩個數值看起來都是很漂亮的 那我們看他的EPS 從 2015年開始他的EPS感覺就是在 2塊到3塊 或是3.5塊之間 那2019年的EPS有往下掉 掉到2.65塊 那比前一年3.5塊少了1塊 那你們可以看到他的盈餘分配率 他都是抓在 7成到8成之間 所以說 代表這間公司他在配 鼓勵股息的時候他是有經過計算的 那他有把他賺的錢拿出來發給股東 那也有把部分的錢放在口袋裡面 以便未來做緊急的使用 那這間公司是處於一個 很好的 營運的平衡之下 那你們可以看到他的年均殖利率 從2016年開始都是在7%8% 那2019年發的比較多發到10% 所以這間公司他不只 賺的多 那他發給股東的 鼓勵 也發的很大方 連續7年配發鼓勵13.77 那我們7年乘上3 所以大概21年的時候 配發的鼓勵可以發到 39塊 那比他現在的股價29.3塊還高出許多 那他的鼓勵殖利率呢已經超過了5% 大約是在6到7%左右 所以現在比較在意的點是他的EPS 2019年賺的2.65塊 賺的比較少的情況下對於今年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從這個網站可以看到 2019年的EPS 4季加起來的時候 比2018年的還要低 那我們現在拿2020年的去觀察 2020年的第1季第2季 看起來是比 2019年的第1第2季還要賺得多 所以目前看起來他的營收EPS 是沒有減退的現象 反而有開始回升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現在的股價29.35塊 就於歷史的價格他是不是一個 好的進場的 價格時間點呢 那這邊我一樣採用的是本益比比較方 2017年的時候 他的股價最高來到40.2 最低來到30.75 那當年度的EPS是3.24 當年度本益比最高的算法 就是股價最高除以 他的EPS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都有公式 2017年本益比最高來到12.4 最低來到9.5 平均來到10.9 那2018年呢 一樣從股價最高、股價最低、平均 還有當年度的EPS 可以算出當年度的本益比最高、最低和平均 那去年2019年他的EPS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的股價最高 的價格也是相對的比較低一點 那股價最低、股價平均 算出來他的 2019年的本益比最高、最低和平均 所以一過往三年看得出來 神達這間公司他的本益比 本身就是會壓的比較低一點 他最高只會來到12.4 大概就是12左右 那他的本益比最低呢有可能來到6.5 那我這邊大概設定在9左右 那本益比平均呢大概就是10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推估他今年或是未來一年的股價的話 第一個我們要把他的EPS 給推算出來 那我們已經知道他2020年的第一、第二季了 接下來 還差的就是第3、第4季 所以我們 將2020年的第3、第4季 跟去年2019年的第3、第4季 假設他們的營收是一樣的 所以接下來就是把這4季的EPS加起來 0.89加0.9加0.47加0.56 那得到的 假設的EPS就是2.82 那返回去推賺他的股價呢 也就是2.82乘以 本益比最高、本益比最低和本益比平均 那這邊一樣 代公式去算出來 所以說在他EPS假設的這個數字下面 我們可以推算出來他的股價最高會來到33.84 最低會來到25.38 平均是28.2 那他現在的價格是29.35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網站他的本益比是10.41 那我們用他的本益比平均10去看 所以就是他的股價目前在 股價平均左右 那我們的目標價格呢大概是3.84 所以距離29.35大概有3到4塊的套利空間 那接下來要觀察2020年剩下的第3季 跟第4季是不是會比2019年的 第3第4季 賺的還要少 或是還要多 那線圖的部分要觀察說會不會跌破藍色的月線 跟法人會不會持續的進場 還是他會轉成出場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我分享我投資方式的朋友 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周遭有在投資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持續更新影片 分享我投資經驗的動力 還有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跟追蹤班傑敏的投資筆記臉書粉絲專頁 謝謝各位 拜拜